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阿杰王DIY日記 随著年齡的增長 你會漸漸發現 其實簡單就是一種幸福 你看像他這樣 阿線怎麼都穿不過去啦 老花上升之後 這變成偉大的發明 這個穿線器有夠簡單的 也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東西 但是 當年紀到了之後 忽然就覺得它很偉大 蛤 這樣就穿過去了 所以說 簡單就是一種幸福 你說是嗎 然後那個穿線器啊 跟我們今天這個 好像一點關係都沒有 其實就是組了一個簡單的沙發床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組這張沙發床 真是單純到超乎我的橋下 那我們先把這保護膜撕開來 欸 很酷喔 以它的單價來講 目前看起來還不錯啦 箱子打開就看到這一件而已 啊 這裡有拉鍊 這裡有拉鍊 你看 這是什麼 啊 迪阿咖 好合理喔 那個人手不足你自己站好喔 聰明的設計耶 完全不囉嗦 來把這椅角打開來看一下 喔 有一個味道耶 這新新的耶 有什麼味道啊 它就有一種便宜的味道喔 好像這樣轉進去就可以了耶 就是一顆大螺絲而已啊 啊 用這個塑膠把腳做到那麼粗 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設計 這個設計師還是工程師一直在算成本喔 但是對組裝者來說也是很友善啦 一點難度都沒有 你看這樣鎖一鎖 四隻腳就好了 這裡還有一個拉鍊耶 打開來看一下 蛤 抱枕喔 啊 我越來越佩服這個設計的人了 這樣太酷了 有沒有覺得這個簡單的東西裡面充滿了大智慧 你看就這樣而已 組裝完了耶 我還以為要用多久咧 這個沙發床 這個沙發床 欸 組合起來咧 海雞王你要上去試試看吧 真的要嗎 喔 那是當然的啊 好喔 那就來吧 好 我現在開始懷疑了 這個是抱枕還是枕頭呢 錯了啦 錯了啦 好 他們兩個又要開始吵了 沒差 我只是弄一下 這邊這麼亂 這邊這麼亂 啊這個齁 就算再發生一百次也是一樣 海雞王你還是一樣要不甘願的認輸啊 片子撿到這裡 忽然好傷心喔 這個好像是那個 那你的身材根本就跟白雪公主旁邊的小矮人一樣 然後這個左邊躺一躺 右邊躺一躺之後覺得 嗯...欸... 是不是... 是不是... 比較像那個 像什麼 像那個推拿按摩床啦 你要幫我按嗎 你在想想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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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憐啊 都沒有人要幫我按 所以你在那邊自言自語也是沒用的 其實那個躺起來並不怎麼樣耶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這裡 我發現另外一個問題 好 我們現在接觸海雞王的身材來測試一下 他都會咬耶 所以 可能沒有很堅固啊 我的感覺是他這個結構啊 對他的關節來講相當吃力 像這種會活動的東西啊 本來就對五金線的要求會比較高 然後他後面這裡你看 他又不像一般沙發一樣 可以靠在牆上 他跟牆壁有一個洞 啊假如沒有很堅固的話 這樣靠桌會壞掉 可能會壞掉 整個頭 啊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勉強還可以用 好 這樣就 所以就這樣啊 我又完成了一個簡單的工作 然後看完影片 覺得自己好像生活又要再調整一下了 好今天組裝了意外簡單的沙發床 嗯我們又成功了 多試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雞王 一樣可以增盡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賊王的英文台 有空一定要過去觀光喔